这个呢就带一点攻击性的 所以这种就是说上攻也能够守这种球 好球 昨天看见了孙俊呢 一下场可以说呢还打不怎么兴奋 但今天呢已经是改头换面 一下去呢看打得非常的火 刚才突击 对刚才我们看了这个慢动作 就是说孙俊这个正手起跳的手腕变化 所以是球呢在这个本身 以为是直线的情况才打成对角 我刚才看见皮特给呢也是 他的杀手剑头在正手那一个披萨对角 今天下去呢双方的速度都打得很快 对 所以这场球我觉得非常的精彩 因为一个呢能够攻一个呢也能够守 那么就是说在这个 过程中呢我相信就是要看谁能够耐心 能够能够就是顶住双方的这些单度比较大的球 好球 比特给一个头顶杀对角 我们刚才一直强调就是比特给的这个攻击意识非常强 而且就是说不会错过这个任何一个机会 而且他突击的那种角度力度 包括就是说他的这个突然性都有一定的这个危险 刚才这个球我们从门里头看到就是说孙俊的这个接发球推对方的这个扔手去的时候太平了 深居的这个突击通常就是说他来的比较突然 那么往往就是说他的这个点呢并不是有时候并不是说特别理想 如果他的突击点能够更好的话 那么他的威胁会更大 我们就说孙俊呢就在今天必须要付出比较大的代价 我们看到他的跑动 他跑动的面积非常的大 而且就是说比特给的球呢这个也比较刁 跑出头顶杀支线也是比特给的这个强项 我们看出来就是比特给他的突击呢就是起跳的突击呢意识比较强 通常这个起跳的突击呢会给地方比较多的一个压力 好球 双方阶段都打得非常的快 不管是从攻的阶段和守的阶段都非常的快 而且非常的积极 好球 确实我们就觉得这个BitGain呢 就是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突击的机会 在横斑里头看 就是说孙俊在这个正手拉直线 那么BitGain一个快速的后退起跳突击对角 BitGain就是说在这个快的过程中 他也有这个停顿的一些动作 刚才像我们看到这个往前 那么就是说他有一个故意一个停顿 最终也是打破这个 打乱这个对方一些节奏 打乱对方一些启动 我相信这场球阵的时候 对双方球员来说都是一个 高难度的一种挑战 升进这位球员 我们就说他本身的这个身体条件 就是先天性的条件不是很好 因为他身材方面比较矮小 可是呢就是说他在这个球员 就是说他技术方面和他头脑方面 就是说充分的迷惑了他的一些不足 刚才被动的接吊球呢 回的质量非常的好 那现在比分是追成了3比3 不好球 跟进的非常快 对 通过一本的头顶劈掉以后呢 紧跟往前的一个扑杀 4比3 反超前 挖 挖球的质量不够好 我们看到这个比特该的出手非常的快 而且球呢也比较 球的速度也比较快 那的确呢 孙军是很会抓机会 高差呢 再度通过一个往前 这球呢 其实是比较运气 这个双脚起跳 非常的扣杀 弱点也是非常的丢 4比3 好球 我们看孙军就是说 他球与球之间的连贯的非常的快 就是说每个球呢 就是说他已经准备好 就是说我这个球出去 对下一排的准备 我已经胸有成竹 5比3 好球反应 强的快 反正球呢看见 的确呢 皮特给呢 攻得非常的顺势 林 孙军 连续的防守的非常的被动 在鬼板杀的球呢 是非常的便 这个球就是说 对孙军来说有点争议 就是说他的感觉应该是初戒 采放盘成是戒内 我们看这个 B2K的这个头顶直线呢 这一步杀上完也非常快 所以他本身他这个球呢 因为落点比较 刁砖 那么对方的回球呢 这个 的路线没有没有太多的变化 所以呢 他直接杀完以后呢 人就直接往前冲 所以当对方的回球呢 不好他马上就可以 那其实为什么皮特给呢 他进攻这么淋漓 其实呢 皮特呢 在打单打之前呢 他曾经是世界青少年锦标赛 男子双打的冠军 那所以呢 他在双打这种的杀球 这种的技术呢 都应用在现今的男单的 这个比赛 技术里头 这个增手 肥肥脚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 跟进的速度也非常快 所以作为顺利来说 就是如果有能力的时候呢 如果皮特给的刹球呢 能够回到后场呢 当然会更好一点 漂亮 那的确在于欧洲的球运来说呢 皮特呢 是非常灵活的一位球 对 就很少有看到欧洲球运 有这样一种打法 就是在后场 一个双脚起跳的扣杀直线 7比5 本超前两分 这一次的进攻 出现了15 5比7 孙英俊 这往前也是出现了15 好球 他这个就是说有一个起跳 突然的拉球的一些变化 因为从他点的感觉到 他的头顶起跳会杀球 杀直角会杀队角 那么他现在他突然一个起跳 一个拉球 那么给对方呢 就是孙英俊的 他们的方面造成一些失误 那虽然这球呢 看见孙英俊呢 通过杀球以后呢 跟进往前的扑球 出得非常快 但这球呢 看见皮特 已经是早有防备 准备得非常的快 而这球呢 回档一个直线呢 令孙英俊呢 是回防不及 那皮特已经是 运续达了6分 非常漂亮的两个球员 各自在展示自己的那种技术 对 机会 好球 孙英俊也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机会 这球呢 反派回 一个对角 后场的时候呢 这球呢 皮特斯 感觉这球好像有初见 但即使呢 这回档的时候 这球质量太差 而孙英俊也抓紧了 这机会 命不杀 就从这个 目前打的情况来看 通常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比特哥呢 没有太多的这种缺点给你 就是说寻找 那么你唯一要能够 呃 自他于死 那么就是说一个就是说 寻找一些他判断上的错误 或者就是说 时间方面能够跟不上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自己造成一些失误 那么作为孙英俊来说呢 就是说他本身自己呢 就是说呃 呃 在这个先天性的桥件部署下 就是说他在这种 呃 跑动方面需要比较多的一些 呃 滑有比较多的一些体力 因为我们刚才也看了很多 就是说 比特哥有很多难度比较大的球 那么他都是比较 玩强的这种去 跑动去牵 相对来说 那么他在体力方面就要消耗比较大 嗯 那的确呢 在今天 第一局只是呢 打了大概才十分钟左右 那等于双方球员可以说呢 已经体力是蛮 可以说消耗蛮大的 对 因为呢 今天两位球员 他们一下去呢 这输顿呢 已经是打得非常快 对 而且进攻的 测试都是比平常的比赛要多许多 对 而且来回也比较 因为毕竟就是说 有些人可能就是说 抵挡不住一方的这个攻势 那么这一次呢 就是说孙俊最少 给这个比特杰的 对孙俊的这个攻势呢 给予就是说 顽强的这种抵抗 对 这球呢是高 我在草区内 通过一般的扣杀对角 这球呢 孙俊赶到 推了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过渡球 对 对 刚才如果那个球推太平呢 很容易就被比特杰 半途拦住 嗯 好球 太快了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如果一般的球 就是出 球的质量不够好的话 那么比特杰的下球 通常都是 就是说十拿九 会造成一种 得分的机会 9比5 好球 我们再看啊 就是孙俊还没打着 比特杰已经有这个 摇摇欲试 是准备上完后 趋势的看到 就是说 半个人 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 比特杰已经准备好 孙俊要掉直线 所以当孙俊掉直线以后 他很快一个出手 跟对角 所以孙俊就来不及 接这个球 好球 好球 精彩 比特杰的这个 封网的意识 铺网的意识 非常强 我相信他也制造 身机的往前 非常的出色 当然希望 有机会 能够通过往前 来制造这个 进攻的机会 所以他就能就是 对这个往前的 这个铺网的意识 能够加强 5比11 那么我们知道 看孙俊拿分呢 并不是那么容易 从刚刚从5比3 领先呢 就一直就落后 我们就是说 他要想拿分呢 必须要花 比较大的这个代价 这球没办法 被动的 回球呢 还是不够质量 看看这球呢 皮特呢 推的位置呢 非常好 盘拍 申请一个过度 后场球呢 但这球不够厚 让皮特呢 第一时间 起跳 100的突击直线 好球一个假动作的 回挡往前 在天分 12比5 进攻 在往前 做了一个假动作 破坏了孙俊的情动 轻动 第二时间的回挡 这个球其实也是非常的危险 这个球其实也是非常的危险 孙俊 夺会的发球权 5比12 从5比3 领先 已经让对手呢 连达了9分 皮特的 回球挂网 6比12 高球 然后通过了在前弹场的争夺 这球呢 孙俊 得到机会 这球呢 皮特是挑的不过厚 不过这样 让孙俊一盘的突击 7比12 好球 好球 可惜这球呢 是 典型实力 出击了一点 好球 看这球 孙俊 起跳一板的扣刹 这球呢打得非常的刁针 是用滑派呢 是用滑派呢 回挡一个往前球 是碰王过 再看看孙俊的起跳 然后呢快速的跟进往前 这球呢打得非常的有技巧 好球 这球呢 比特呢 两边的一位 从中呢 这时候呢 是出现失误 在头顶区 一个过渡后场球呢 出现了边线的 边线出界 来 危险 喔 回球 看看孙俊 被动挑球 不够的资料 比特已经 感到 起跳一板的扣刹 这球呢 但是剛好壓在線上 需要比8 4秒 比8 Peter訂閱時間 反應非常快 這球在近身的過渡球出現了 15 8比12 稍微藏了一點 還有三分的差距 9比12 好球我們看到這些球以後呢我覺得就是說BJK的速度呢不像剛開始那麼快另外一個話呢孫俊呢也就是說在防的過程中呢盡量的把球呢能夠打到對方比較比較不容易打的地方 孫俊也是連桿了5分 5比12又換現在已經追蹤10比12 差一點這球非常可惜 這一板的突進 加上往前這一板的 進攻呢可惜呢這球出現失誤 掉了 頭裡掉了 殺直線 13比10 通過往前 放小球 PJK得到這一板進攻的機會 漂亮 漂亮 剛才孫俊非常有技巧的一個回發球 再看看這球 一個假動作破壞了PETER的啟動 好球 好球 那麼孫俊通過這個發小球搶攻 11比13 11比13 那麼這種方式主要是要壓制PJK的這種進攻 因為畢竟PJK的攻勢還是非常的靈利 危險 好球 好球 這實際抓得非常好 Route 13 那的確呢最近這位球員頭腦是非常好 而且他起動非常的快 其實我們看他的步伐也是會比較凌亂 可是他在凌亂的過程中呢 不是任何一個機會 對 這是一分的差距 12比13 可惜 對 比較難度大的球都給接過了 就是這個球其實應該是比較容易的 對 的確是一個不必要的失誤 PJK的發球 13比12 是一個比3 好球一本的追身殺球 我們看孫健就盡量不要給 給機會給PJK進攻 那麼就是說雖然有些球PJK要進攻 那麼就是說 那個攻的球呢也不是那麼容易攻 所以呢 對孫健來說呢也就比較容易守 另一方面孫健呢就是說也 就是說如果有機會呢也盡量加強突擊 喔 喔好球 遲求了看見孫健打得非常的激進 那虽然呢完全被动 但他呢每一个回球的质量都非常的好 那最终也造成了 皮特呢这回球的失误 孙俊保比分 孙俊平手13比13 可惜 对稍微偏了一点 孙俊的判断到 第一时间推了一个后底线 这球稍微偏了一点 这球刚好压线 皮特非常的不满意 这判决 再看看刚才这掉球 孙俊 我们之间的一个掉球 应该是有 有争议 有争议 看这个球应该是有不同的这个阶级 对 再一次的追胜刷球 那现在孙俊得到了 局点 14比13 那么孙俊就是说 在突击的这个中路情况下 已经有两次得分了 这球其实皮特也是非常聪明 而且出手非常快 对 从孙俊的本派过去 比特K的球度也非常明显 就是说 有机会要这个孙俊的反开 那么因为孙俊的反开 那就是说回球的质量方面 就是说一个就没有危险 另外一个之内也不是那么好 那么就是说 来 主则进攻 孙俊第二次的局点机会 14比13 不 而且说皮特正回球过往 孙俊拿下这一分第一局的赛事 孙俊书比13 先拿下一局 在这一场的团体赛事 单单 一开始 孙俊呢 能否在第二局的比赛持续 他刚才 那种的气势呢 等一下去了 看见两位球员 他们在这一种的速度节奏上的 恒色保持在低局那样的快 刚才非常的就是 冲啊 很比较贴哦 当然孙俊的跳球也是有独到之处 0比0 那么 比特盖那出现两次攻击性的失误 一个是正手区的杀对角出界 另外一个投顶区的杀对角下往 那么这种情况 一个就是说 体力方面的下降 是导致他的这个气球点呢 已经没有像第一局那么顺利 哦 可惜 呵呵 所以 你想用一个假动作 当然也是因为 呃 比特盖这个球 就乱看得好 出于无奈了 就是说想做一个假动作 看看是否能够骗过比特盖 这个动作太大了 比特夺回了8球权0点1 哦 好球 比特的判断15 很显然就是说在多发的过程中呢 我觉得比特盖没有孙靖那么耐心 对 那我觉得从性格方面 我觉得孙靖呢 毕竟他因为他所依这一类打法的 那么在 在这个 多发的过程中呢 他的这个心里呢 他有这样一个承受能力 OK One in love 孙靖呢发球1比0 已经一局在手 这一球呢 孙靖给让掉 但球呢是落在长区内 看这一球 这一档的杀球 孙靖给挡了回去 但这球呢 自己出现了判断的输 对 再次出现这个进攻的失误 我相信比特格呢 就是说现在对这个杀球的要求呢 也比较高 所以呢 可是呢 他的这个能力呢 我相信已经不如刚刚开局那么旺盛 所以作为他自己要做一个调整 2比0 今天申俊打的表现要比昨天要好得多 一个从整体速度上要比昨天快得多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突击的意识 包括就是说 那个耐心程度都要比昨天来得强 好球 我们看到就是说比特格还没有打的时候 那么设计也是一定有准备好 他要拦这个往前 我们可以通过慢镜头看好 设计的位置已经往前站了 看不求很漂亮 4比0领先 好球 其实这个生技的意识是好的 就是说想重复 不够少 但是因为这个重复的球的质量不可好 就给比特格的一个连续进攻呢 去给了发球球 那的确呢 如果刚才那场女单呢 马丁拿下的话呢 我想呢 皮特呢 在这场比赛呢 他那种的气势呢 会更旺 对对 所以刚才前面那场待遇呢 确实为中国队呢 立了一攻 一攻 一攻 1 4 刚才这球呢 孙俊出球质量不好 让皮特呢 一板的半中场的下压 再一次 这一次呢 是在头顶区的 1 4 1 4 1 刚才以防派的推球呢 替自己设定了这机会 2 2 4 过后2 分 这球呢 是刚好压线 看这球 皮特再一次的进攻 一个 下压 对角 刚好压线 这几个球的丢分那么四 孙俊主要处理球的质量上面不够关 所以说 对孙俊来说 虽然防守再好 好球 我们看到刚才 还有一个背后击球 这几个球的 看看孙俊 孙俊 他的反应 低确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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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这是运气 就是说 也就是说 呃 这种反应 临时的变化 对 因为有时候你想故意打 也不能打出这样的球 5比3 领先 刚才那个球对比特该是一种打击 因为对他来说 那个球应该是得分的 而且那么好的机会 就给孙俊就是无意当中这样一个背后接球呢 反败为胜 想重复放网的时候呢 出现了失误 皮特给通过 要往前 这反冲往前球 而孙俊反戳的时候 这球出现了失误 皮特的8球 3比5 落后2分 哦 可惜 其实相对来说 这阶段呢 皮特给就没有开局 那时候呢 来的信心那么充分 对 尤其在突击方面的那个 那份信息已经失去了 对 现在就是说如果孙俊的这个球的质量能够到位呢 皮特给的杀球并不容易打死他 那么能够唯一能够打死孙俊是说 孙俊的球的质量不够好 出现半场 就正好打在这个皮特给的这个手上 出现半场 6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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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只有熊的看见 皮特呢 已经是提早 准备 噢 5 3 穆俊 这脚动作的挡网 出现失误 比分形成4比6 孫君的判斷失误 平高球是刚好压在线上 5比6 好球 那么瞬间现在打得比较消极一点 毕竟可以说呢 刚才一段的这个速度呢 是打得比较快 可能这阶段是在调整 对对 就双方运动员都在各自的进行一些调整 那么就是说调整的这个时间呢 都正好有点互相有点交叉 那么当B2K在调整的时候 那么孙君呢 就是程序啊 如果都拿一些分 那么当孙君呢 在调整的时候 那么B2K呢 也抓紧这个机会呢 把这个比分赶上 这时候双方也是休息会 调整一下 喝喝嘴 曹沙涵 他在目前第二局的 赛事呢 比分呢 是打成非常接近 我们看就是B2K在往前呢 就是说也占据一天的 这个优势 尤其就是说他 在两边这个勾对角 给孙君也带来就是比较大的这个威胁 再次的往前勾对角 给孙君就在球路上呢造成了很大的这个角度 这球呢是看压在线上 明显的看见孙君 很不满意 对 所以这位球员呢 他也要有这样一种心理准备 当然我就觉得就是说 裁判有时候当然并不是说他要故意无反 当然他可能会出现无反 说怎么能够去接受这个事实 能够在就是说在下面的比赛中能够发挥的更好 这才是最主要的 比赛在6比6交换了多次的发球圈 快速的一个平推 孙君拿下这一分7比6 好球 我可以说这个孙君在往前呢 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 除了他的这个往前的感觉比较好以外 那么他主要就是说出球的质量非常的高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这个往前就是已经是很被动 可是他的过来的球的质量非常的不错 所以导致了他可以从被动转为主动 那看见孙君调整过来以后呢 现在也是加快速度 好球 刚才那个beat again呢 就是说想冒一个风险呢 就是说想站在往前呢 直接想扑持这个孙君 9比6 目前孙君在第二局的比赛有三分领先的优势 哦 这球呢 看见比特也是早有狂奈 在孙君赶错这球时候呢 已经是提防了 及时那一个扑球 6比9 直接 球是下那个伤得比较深 可是那角度太大了 那毕竟孙君他的防守非常稳固 而Peter呢 也是加球 加强呢 要加大他那种进攻的难度 好球 漂亮 孙君一个漂亮的回放 我们看看 我们看个慢点头看 比特给他往前非常一个狠 可是呢 孙君再多一次回放 对 而且质量非常好 10比6 反应非常的快 这脚步移位 第一拳是非常灵敏 刚才孙君 而且我们就说他在很被动的情况下 过来球支弹也非常的重 对 在天分11比6 8球出现了15 好球 不滴拳的脚步非常的快 孙俊 这一局来看就是说 彼得跟他这个耐心呢 就不如孙俊 尤其在多拍以后呢 就是说他却 失去了那种突击的那种机会以后 那么他的那个耐心呢 就不够孙俊了 相反来说孙俊呢 就是说想通过在这个多拍的过程中呢 一个寻找自己的进攻机会 一个呢也就是说不给这个B10呢 B10呢那个多的那个进攻的机会 11比6 对刚才我们说还没有找到这个B10的弱点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找到这么一点 就是说来他这个多拍的过程中呢 那么不够耐心 当然我们就是说要想跟他打这个多拍 那必须你要有一个能力 就是说要能够顶得住差的那个突击 那么当然就是孙俊呢 他刚刚好具备这样一个数字 一连串拿了六分孙俊 嗯 这球稍微长了一点 Pieter得到发球圈 6比12 那这一次呢 在头顶区的一反突击 对角现 得到了效果 看这起跳 突击对角 赶了一分 通过往前 这高质量的发球 这个戳球 得到这机会 那球 生进一个接发球 那么直接滚往 好球 我们就说这个Pieter得这个头顶区的这个突击 他有这个直线 那么当然他也有他的头顶对角 所以呢给这个防守队员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危险 就不知道他如何去判断 Pieter再度突现了15 到7 虽然这球呢看见孙俊呢 就得非常的艰苦但一拳的出球的质量是非常高 12比7 好球 非常漂亮的一个接发球变线 看他的拍子 在接出球那一下突然的变线 好球 嗯 这个球那是叛了初见 非常可惜 对我觉得非常可惜 所以刚才我们一直重复就是说 因为前面的四季 尽量不要被这样的球影响 嗯 这球呢 Pieter呢 再度调球质量不佳的情况下呢 让孙俊一板的扣杀得出 这一次呢 罚球裁判是判孙俊呢 这罚球 过腰 所以孙俊已经连续的几个遇到的不顺利 对他来说真是 不是那么容易 尤其在一场比赛 而且这么关键的比赛当中 受到这样连续的这种挫折 我觉得对他来说 在心理方面 要能够保持一种平衡 尤其选的孙俊可以说呢 他的心理素质是非常的过关 完全不受任何的干扰 对 好球 这球呢 的确回的精彩看 Pieter反过一个对角 8比12 好球 双方用的也都想通过往前 能够占到一些便宜 所以说现在就是说 在往前的这个竞争呢 就会比较强 12比8 齐得给再一次的突击成功 看这首 好球 我看Pieter在往前的勾对角呢 已经成功了很多段 那么说呢 一个就是说他远前的比较高 9 会导致孙俊呢 就是说在启动方面呢 受到很多的这个影响 好球 好球 那么Pieter还是一样 在加强机会出击 非常地边 这是两分的差距 10比赦 这滑球没有进 刚才可以说呢 也是非常可惜 本来是在追分的阶段呢 而出现了是 发球的失误 OK 在这时候呢 看看孙俊呢 能否在这个花球里头呢 扩大他的领先优势 12比10 而且一局再胜 这就是双方应论者在通过一些调整以后 突然把速度加得很快 嗯 这球呢 是界限内 这局最后看到 这球呢 是让掉的时候 这球呢 竟然是落在界限内 这两个球员都非常的聪明 就是说大家都想通过这个 那间歇的调整呢 能够突然把速度能够加上去 还超越这个对方 嗯 右一板的突击成功 那现在呢 Peter呢 已经把比分 追得非常的接近 11比12 只是落后一分 11比12 敏感的5分 Peter 来了 智慧 巴 OB 美元 杜 això 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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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呢还是挑了初见 Peter把比登追成平手 12比12 刚才的Peter呢通过几个往前球呢 第一球呢可以说也是自己呢建立的优势 也觉得比赛比备打球平手 打球 然后升进这个角量也没有手软 抓到一个机会快速的一个追对角 好球没想到这球呢 比较Peter呢会挡了一个后场去的球 挑了一个后底线 这也说明这些球员都是眼灵手快 就是说他看到升进要上来扑他的这个球 那么他突然变化到后场 一三阵子挑球呢是碰到球场的顶部 而林匹特呢现在是反而在第二局的比赛呢 是领先的一分13比赛 好球 升进了加强突击 其实他刚才之前其实他也是有想加强突击 但是呢被比赛给呢就是说进行一些抵抗 那就是说他在这个体力方面呢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不 这把小球呢不够理想 给比赛呢直接的扑起 比赛呢直接的扑起 这瞬间已经有长达十一分钟没有拿过一分 刚才瞬间就是说想改变一个发掘的方式 哦这一版的突击的边线出现 让升进呢现在再把比分追成平手 13比13 我发现就是说升进确实在心理事实方面已经有他过人之处 他在没有拿分情况下 那么就是说步骤的改变自己的发球的方式 看现在他又开始也改变发球站位的这个地方 为了就是说让对方能够打断对方的一些步骤 嗯 那的确呢 Pieter他的攻势就非常的灵敏 刚才再次通过往前一个高质量的托球 他替自己呢得到这一版的扣杀进攻的机会 Pieter的发球十三平 这球其实也是非常的危险 哦出界 这球其实也是非常的危险 对 其实这个Pieter这个出界的意识非常强 就是说 啊升进已经推了一个比较好的球 可是呢他推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很快呢就赶在球的前头 那其实现在Pieter呢可以说心理上就想着放手一搏 好球 一版的突击成功 那现在 升进来到了赛末点 14比13 出界 最终 中国的孙俊拿下这一分在今天这场比赛里头呢 他是足落2军15比13 击败了丹麦的Pieter Gay 那刚才的第一时间也是跑到总教练李永波的身边 看见 的确呢是感到非常的高兴 中国的孙俊在今天表现出色足落2军 暂时呢丹麦的Pieter Gay 而在这23时里呢为中国队再提一分 那暂时以2比1的成绩呢 领先丹麦队 我们先休息会马上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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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好 好 解